請 請 請 請請 各位好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看齁 這個 這是第十四個法例件 各位 每一次都一樣 跟第三天 我看大家的標準 都是笑眉眉 因為兩個原因嘛 第一 待會可以回去 第二 你就規定要三天兩月 好不容易度過 但是我相信大家 在這三天裡面 有得到很多東西 尤其是這個觀念 屬上方面會大改變對不對 對 這人就正確 其實 最近危機解密 一直放很多消息出來 大家注意看齁 這個危機解密 消息一個放出來齁 所謂的藍綠 特別說 雙方都很尷尬 但是台灣人 看來這個危機解密 以後 特別說 心情整個都輕鬆 所以忽然之間 我們有關這個台灣 地位的論述 尤其是台灣民政府的這個組織 現在穿很多 有很多人覺得過期說不對 說這個組織黑白說的 現在都不一樣 寄一個例來說 我們這個組織 一開始我們就說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不要說我們說 美國也說 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 獨立代表建政 以前大家看不見 我相信在座國外 有很多人也看不見 奇怪 你美國都 自己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台灣人 要獨立 要建國 你怎麼說我不行 我相信 如果現在 來問你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知道 說 台灣 是什麼 沒有獨立的問題 過去 日本時代 日本在統治台灣的時代 一百九五年 跟一九五二二四月二八 古今朝和平 條約生效的 那一天開始來算 台灣這個國家呢 當然我想說國家 不可以說國家 應該說state 台灣這個土地 這個地方 本來是 日本的一部分 日本的一部分 當然 你如果說要獨立 只要日本時代 你法台灣獨立 可以 那時候台灣有兩個組織 有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的農民組織 這兩個組織 他提出交付說 我台灣人要獨立 那些獨立是由哪裡獨立出來 由日本 脫離日本來獨立 為什麼說要脫離日本 因為在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七 馬關條約 日本人說下關條約 這個條約裡面是 台青的鳳梯 跟日本的天皇 簽一個合約 因為 鋼鋼建經 建書 他用台灣 朋友 是配合日本人 你要知道 鋼鋼建經 不是在台灣 這個土地發生的 所以 中國人 他在說 日本竊戰台灣 他不說這個竊就是 頭的意思 其實 他沒有給你竊戰 他是叫建政法 你是讓語台灣 將台灣扭給日本 是花花花花扭扭 扭給日本 這個國際法很趣 你想想 你說 你如果說不是港澳建經 我中國 清條 我沒想 這個 這個 做朋友台灣 來掛給你日本 可以嗎 可以 問題是 下國 那個結果是什麼 什麼反正的情形 就是你滅亡 你如果沒掛給我 我還跟你講 建到你這個清條 完全不會夢 所以 要停止建政 像這種的條件 那不可以算條件 那算條約 那算條約 tweet 這個tweet 簽下去 要改變 不可以片面改變 所以我們知道 疫球 疫球 率一年 九月十二 十二月催到 疫球率一年的十二月催到 中介州 他說 他向日本選檢 但是我在他做事 有把國際報告過 那時候的中介州 是在 國民政府裡面做什麼 做 行政議論 他沒有主價選檢 什麼人可以選檢 有一個人叫做林森 這個人選檢 我講這個 黑白說 沒有 很出名 中介州 自己說選檢 但是他在公佈的 文書資料裡面 有一張公文 在那個 保利 中興新村 有一個台灣省政府 一個 省政府的 使館 一張清清楚楚 那天 我跟我們民政府幾個 這個人 去參觀的時候 看到那個人很高興 我想說 會進入他 進入 證明 就是 中介州 黑白說 親採說的 他沒有主價選檢 所以 他說 在他選檢 他有一個 有一個影片 他說 廢除不平等條約 各位 你要聽好 不平等條約 可以廢除嗎 No 我小孩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尤其是國下 你聽著說 喔 好偉大 廢除不平等條約 現在比較大 我想想 不對 中介州 如果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 我看 有很多男人很高興 你可以宣佈說 我廢除 我們昨天的結婚證書 有耶 結婚證書可以廢除嗎 結婚證書 如果不能廢除 喔 和平條約就不能廢除了 一條說 你屬性有誰 雙方有誰 誰說 OK 我如果說過一年 宣佈了一年以後 可以 廢除 有這種條約 有 有一個叫做 一區五數年 一個叫做 中美共同防禦協定 中美共同防禦協定 類似於條約 但這個條約 美國人在裡面有寫喔 他說 如果雙方 單方面宣佈廢除 一年以後 就可以廢除 有廢除嗎 有廢除嗎 有廢除去 尤其是 在當時 一九七九年 一月中美 斷交易了 那時候開始廢除 所以 有很多說 條約的東西 很多台灣人 想 不對的教育 給你叫 他說條約可以隨便廢除 所以馬關條約 到今天有沒有效 當然有效啊 條約不可以廢除 因為 當時沒什麼說 條約廢除 有什麼樣的條款 但是條約要廢除 那還有喔 可比說要廢除 可以喔 但是你如果說 有賠款頂 那個規定的時候 我已經賠你了 你廢除的時候 那賠的 不能再討論 這都是 羅北有一個巴黎公約 裡面有清清楚楚 我給大家規定得清楚 所以如果這樣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說 他叫 五一年九月初八 簽那個 古金山和平雕藥 我今天 要跟各位說 簽古金山和平雕藥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古金山和平雕藥 和上海公佈 在 1972年2月28號簽的上海公佈 那個上海公佈 裡面的台灣人 是什麼樣的台灣人 在美國人是他們很優秀 他這個台灣人叫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但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1979年 那個 四月通過追溯到1月1號 是people on Taiwan 那people of Taiwan 台灣 反應做 漢文是怎麼反應 台灣人對不對 10 people on Taiwan 反應做漢文是誰誰誰誰 也是台灣人的 其實這都不一樣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我希望說 今後 你如果說台灣人 你最好加一個 本土台灣人 你才能夠破解 這種的迷走 這個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在這個 美國法律裡面的規定 不一樣的所在 有什麼所在 你注意聽 台灣關係法 你說 the people on Taiwan 但是 真注意 我們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 住在台灣 這個土地頂管的人 叫做台灣人 但是啊 因為台灣是經過 建政以後 這裡有這些台灣人 所以這些台灣人 應該就是 本土台灣人 加上 流氓在台灣的 中國人 所以台灣的問題 非常複雜 你如果沒有經過他 想過 你真的搞不清楚 聽不清楚 這個 本土台灣人 加上 流氓在台灣的 聽中國人 所以流氓在台灣的 中國人 這問題就來了 我們過去 我們說眷村有沒有 眷村 其實不是叫做眷村 應該叫什麼 難民營 我不是黑白說 這難民營 來我們台灣 把我們住在這個土地 我們來收租金 你知道嗎 印度 他將土地做給流氓的 西藏政府 有沒有 他做給西藏政府 這個西藏政府 是每一年 你加入租金 所以西藏的人 如果在那個西藏 在印度裡面 他要選出 他這個流氓政府的總理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這是合法 但是呢 他可以選佈說 叫印度人 和西藏的人 做會跟他投票 來選印度 選這個 西藏的流氓政府的總理 可以嗎 NO 各位 想看看 台灣的政行就是現在這個 中國人流氓在台灣 竟然叫你 本土台灣人 和他做會去投票 選中華民國總統 這有精神錯亂喔 馬英九 他很清楚 他非常非常清楚 維基解密裡面 他說 1997年 2007年 2009年 連續兩年裡面 他說什麼 他說 他如果做總統 他只要加入WHA和WHO 這兩個國際的組織 其他的他不考慮 他不考慮是什麼原因 他知道台灣的地位 再來 有一次 我親耳朵看到電視上面演的 他叫什麼 馬英九 他在笑那個民進黨 他會出賣台灣的主權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在不經意裡面說什麼 他說台灣哪裡有主權 好啊 問題是這個民進黨 這個退下民的 到今天為止還不知悔改 到今天為止 要跟你說 台灣是主權的動力的國家 人家在選去是選什麼 選中華民國總統 其實不是中華民國總統 是流氓中華民國總統 好啊 你看他爬的口 是什麼 台灣加油 他在 我覺得台灣加油 這四日你把我們警惕 你把我們救 你把我們救 你這個飯堂的 以前精神的 這樣啦 所以台灣加油 但是我們比較加油 有效嗎 你如果教育 又是中華民國在控制 教育又是國民黨 你全面掌握的時候 台灣人啊 不知道當時要出頭天 但是呢 好家在 有美國在幫我們幫忙 特別說 自從我們發生 顧美國的事 尤其是去研究台灣的地位 剛剛好 從1925年開始來算 差不多60年 2005年 那時候呢 開始去 應該是2004年了 開始 我何瑞園 開始去研究 真真真正 在研究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知道美國派代表來跟我說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再繼續掩蓋下去 本來要把我們騙幾年 你知道嗎 要騙我們一百年 蛤 你為什麼要騙我們一百年 他說台灣的問題 非常複雜 複雜是 哪裡做成的 國際局勢做成的 照理你來說 美國一開始 有確實實 有要將台灣 放在他的管轄之下 酒監告 酒監告來占領台灣的時候 美國比較確實實 在他的國家安全檔案裡面 他有說 他要發動菲律賓 發動紐西蘭 發動英國 加拿大 派一個小小的部隊 美國要派大量的部隊 登陸台灣 要將酒監告出去 機密檔案有 但是他那個 反正去救到 救到這個酒監告的高名 反正勃發 1950年6月25號 韓戰爆發 1950年6月27號 杜魯門宣佈 台灣地位位定 派航空 第七艦隊 巡防台灣 那個以後 其實在那個以後 酒監告 日本人就知道 反攻抗後 已經不可能了 但是他也照常 你告訴你 反攻抗後 什麼幾年反攻 你知道台灣人 幾年開始做變嗎 1949年 1945年 1945年 因為 1945年 不可以叫人做兵 不可以叫人做兵 為什麼叫我們去做兵 所以我常常跟你說 他已經知道 台灣的地位以後 你就要了解一點 就是說 到底我們做兵 要效忠什麼人 要效忠什麼人 所以台灣 那當時做兵的台灣人 神經都怎麼錯亂 怎麼說神經錯亂 做兵 實際是保護國家 如果說到國家 你聽清楚 這個國家的組成是什麼 就是一群 屬性差不多一樣 還是一個民族 聯合 造成國家的時候 當這個國家成立 組織起來 這個政府成立以後 這個國家的義務是什麼 保護人民 人民的義務是什麼 效忠國家 這個效忠國家 這個保護的事情 這個義務 就是 組織法和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大家很少在說 但是日本人 比中國人比較萬一年 日本人什麼人 版本農馬 你不知道知道 這個電影有在做 版本農馬 那人跟幕府說 他說日本要實施 叫國際 萬國公法 law of nations 這個萬國公法 要實施 你實施萬國公法 可以抵擋 這些列強 來入侵 日本 萬國公法 是位队造出來 剛才開始是 一個法國人 寫的 法國人寫的 美國人 一個學者 經理出來 當然 你如果有電腦 你打萬國公法 你看到 對 我們現在 你要知道 美國人 他可以來占領台灣 他是叫什麼 叫建政法 戰爭法裡面的 征服 工作 征服啊 我可以給你征服 我幫你打敗 我就取得 占領這個土地的管理 但是占領這個土地的管理 以後 你不可以改變租款 就是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各位 你那時候 要學會學這點 占領不移轉主權 流氓政府 不可以就地合法 我是在王政府 我帶來你這裡 我不能在你的地方 宣布我 合法 中華民國今天你做的工作就是這個 他一直要將台灣併吞 這種的事 叫做併吞 占領不移轉主權 占領不可以併吞 這是什麼規定 曼國公法以後 在1830年 1830 1840 以後 拿破崙時代以後的建政法就改變了 以前是我如果佔這些土地 這些土地都我的 但是 拿破崙時代以後 就不可以說 你佔這個土地 宣布說這個土地變成你的 不行了 所以你看看 在電視室 這次正前 剛才結束那個時候 那個時點 全世界差不多六十幾個國家 但是後面 有一些殖民地 一直都 獨立起來 一直都自己宣布去建國 獨獨台灣 沒辦法 台灣沒有錯 一開始是殖民地 台灣是 中國的殖民地 但是 說殖民地 colony 也不對 應該嚴格來說 法理上叫做 它的拓殖地 什麼說拓殖地 那個 台灣 在清條那段時候 有一支 帝兜 清條 控制台灣的帝兜 那個帝兜 你看看 它的西邊 它的西邊 它掘給日本的時候 它掘給台灣 但是 那個當時的清條 並沒有 並沒有 控制全台灣 它的後面的部門 就是 原住民今天在大街的 大部門 是都原住民的 那當時清條 沒有管轄權 這個中國人很奇怪 這實在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這個中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國 這個民族是很糟糕的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 我是中國人 那時候 你可以照顧 現在不知道要建設 中國人是專制的 我都想這個民族要消滅 這是台灣 它的西邊 其實我有一個相片 因為我們今天電腦 王先生 今天請教 他清條 有一種相片 一度兜 你看它出來說什麼 這個 拓殖地 右邊的殖民地 有這張 清條的 第一就是這張 這個 杜兵 是六個拓殖地 清條 如果真的說 它的殖民地 它的拓殖地 要掛到日本 可以只掛這個杜兵 原住民的土地 他也掛好人去 不然原住民在 一百九五年 四月十七 以後 日本人進來台灣 吼吼吼吼 起來翻空 太賤了 所以 那個中國人 台灣人 那個原住民 他不能了解 日本人 還不能了解 他說奇怪 你這個土地 你已經掛給我了 你就已經導航 你這個土地掛給我了 我現在來 你怎麼都給我翻過了 所以 坦白說 日本人在這個地方吃到火 原住民也吃到大虧 所以 在一九零五年 就是 通敵醫療過十年 日本人 召開國際 會議 有邀請 美國人 在澳門的總 那個 領事啊 叫做李仙德 來做那個開會 來開會 說 原住民 到底 有地位 有國家地位 還是沒有啦 開會結論 結果 李仙德出來說 李仙德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因為美國 有跟印第安人 鬥爭的經驗 有嗎 那時候有嗎 印第安人 簽名整個 美國 美國人 英國人 去移民 英國人 也在土地 跟我們騙 騙 跟我們台 有 用很多經驗 土地都變成 美國人 那時候 他還沒說 是 武力更大的人 但是現在 國際法 不一樣 因為國際法 現在有規定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所以 英國 改變這樣 英國 李仙德出來說 他說 原住民 只有部落 部落 部落 只有一小塊 一小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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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國家主權 所以 李仙德他們的結論 原住民 可以征服他們 他就說 這樣 你日本可以 正式 政府 所以在1905年到1915年 十年的中間 從北部 啪啪啪啪啪 啪到屏東 之後 日本 黨用的軍隊 是比 馬關條約所黨用的軍隊 更多 他沒想到 你台灣一塊土地而已 我 要把你拿回來 要把你政府 用到這麼大 所以日本人 那時候也很土耳 他也想說 你乾脆我掛牌 什麼人要買台灣的 我買他 有人要買 法國人要買 那時候 美國人也很有興趣 但是美國人 因為 比較輕 去買一個賓戶 那賓戶是什麼 你知道嗎 阿拉斯加 他去買阿拉斯加 因為 買阿拉斯加 美國那時候參議會 把總統頂到頭上 幾個碰 他說 你這麼空 你花這幾千萬 你買這個賓戶 裡面都沒有人 裡面都賓 你買這個賓戶要使用 各位 我們現在是都 後面激烈的 我們現在說 要買賓戶有利嗎 有利阿 但是那個時候 沒有利呢 那時候說 你買什麼賓戶 但是那時候 他如果沒有買賓戶 我告訴他 他不會想買台灣 很可惜 他就想買賓戶 現在說台灣 日本掛牌 要買賓 賓不出來了 現在賓不出來了 以後 就繼續發電 這個發電 就是發電 我剛才說的 這個 原住民去 日本監獄以後 日本 架槓 是台灣建構主權 所以台灣四百年來 一直到 日本在1915年 將台灣人所有的 包括原住民 全體征服 控制在秋頭 以後 這個土地 台灣這個土地 架架 變成日本人的土地 而且 在國際上 有什麼 人民 土地 政府 外交權 這是蒙特維多所說的 一個國家的組織 所以台灣 在那個時候 才有 主權 Saventity 的建構 以前 台灣沒有 一個拓殖地 一個殖民地 說到這個地方 我要跳過 台灣以前是殖民地 沒有錯 這個殖民地 日本天皇 雖然 雖然 土地是他的 但是人民 還沒什麼 要說一本 所以 他開始在台灣 實施 普及教育 所以他 就三七年開始 他做 防民化 防民化是怎麼用 就是說 他不是給你強迫 他是說 你要投資 義務教育 所謂的義務教育 是說 政府出錢 讓你投資 都不用錢 那叫義務教育 中華民國的義務教育 跟義務 你想想看 在我小孩的時候 我印象不記得 我爸爸那時候 是 這個主任毒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我記得主席以後 我們就要再交一張單 好好創一個證明 讓我爸爸拿回家之後 他可以公務人員 會去申請什麼 退會 你會記得嗎 你沒念 你到現在 可能我們的年紀 應該還記得 普通的台灣人高級 公務人員退會 各位 台灣不是義務教育 你向北施他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說公務人員 說起來好像真的 我對公務人員很好 其實那是不對的 如果義務教育 所有人都不用錢 這叫做義務教育 所以台灣人以前 跟大漢 跟現在為止 去向北施 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不只這樣 跟你北施 還有 我慢慢說你就聽說 1949年 12月 開始讓你做兵 各位 現在不能移鑽 移鑽 所以現在不能做兵 你如果 爭兵的時候 你做兵就是 服務國家 效忠國家 請問那個時候 你效忠誰 所以他這裏的時候 要向我們台灣人改變 他大聲告訴你 我是祖國 我是台灣的祖國 中國是台灣的祖國 你如果做兵 因為他中國的內戰 所以我們做兵 去防衛 共會 對 其實那個時候 他已經知道 美國跟他說到 1950年以後 就不能說 要讓他反攻 倒入已經沒有了 但是讓你去做兵 你想想看 不能做兵 改變我們的語言 那個時候 我會記得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如果說這句台語 要發錢 發騎 這也是不對 不可以改變主權 就是說不能叫你去說 他的北京議 不過我如果說到回來 不能說北京議 今天不認我們全台灣 到底是要說台語 還是要說日本語 那照法例來說 我們都要說日本語 法例 我們上面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但是我們的教育 已經教我們說 日本是很壞的 做日本人的殖民地 他跟你說你是日本的殖民地 啊 天皇這些殖民地 就很鮮 我剛才要做殖民地 我要做次等國民 我沒有了 所以有很多人 覺得說 林先生你說這樣就不對了 我很討厭日本的 各位 你討厭也沒有辦法 好像賣相說 你老婆 老婆 你兒子給你生出來 你兒子給你說 我很討厭你們當父母 可以嗎 當然不行 國家也是一樣 你在哪裡生 你就要對那個國家效忠 所以台灣的問題 在這麼多年 讓中國國民黨 將我們的思想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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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靈世代 就這幾個 已經不懂的意思 我現在也知道意思 歐靈說 所有的事情 他都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我們現在 台灣的獨牌 跟民進黨跟你說 台灣有民主選舉 實施民主總統選舉 自然演變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鄉鄉你聽到合不合理 好合理喔 自然演變 全世界有自然演變的國家 有民主 有選舉 就是變成國家 你敢想說 你們家也是這樣 你們家有民主嗎 有啊你們老邊說 跟兒子說 不要他規定 你就要怎樣怎樣 讓你兒子比較自由 讓你兒子比較自由 讓你擁選 這樣那不是一個國家嗎 不是啊 國家的定義 剛才我說的 門討委都說的 要有人民 要有政府 要有土地 還有外交權 台灣跟中華民國有人民嗎 我說的人民是法定人民 也沒有人民 有啊 都說不出來 你只聽了而已 你也比較 比較反應 台灣 各位 no no 中華民國跟台灣 都沒有人民 沒有法定人民 所以我們就變成無國籍嘛 美國跟你打斷說你是無國籍啊 在這裡啦 台灣沒有人民啊 中華民國沒有人民嘛 中華民國真正人民 你從哪裡來 1946年1月12號 用行政命令跟你規定說 所有的台灣人 從1945年 十月25年 開始那一天 集體規劃的中華民國國籍 英國跟美國 選擇 no 不對 因為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還沒有簽署啊 你不能說 你就決定說 台灣人是變成中華民國國籍 而且 這個國籍的歸屬 沒有集體規劃的 占領不移轉主權 你記得嗎 沒有那個集體規劃的 所以黑白說啊 你看看 沒有人民 有土地嗎 這點你們比較聰明 我一直給你記著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剛才開始也說 大家都手機了 我跟你說 啊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大家都沒辦法去手 這個意思你現在聽好了嗎 這個土地有交給你台灣人嗎 no 這個土地有交給中華民國嗎 no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 不說要交給中華民國 所以沒有人民 沒有土地 要有政府啊 政府有 本來有 他一救 一五年 日本將台灣的這個 主權確定 這個主權建構以後 台區有國家 有日本這個國家 但是呢 就要建設 去放棄 這 等一下我再說這個部分 所以台灣人 沒有國家 現在是沒有國家 現在不是沒有國家 這也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不是國家 他是流氓政府 他在前來台灣是流氓 所以經國以台灣土地來說 沒有國際所承認的政府 沒有人民 沒有政府 沒有土地 外交前 國賓民說 所以 如果有人跟你說 我們台灣 在1972年 退出聯合國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台灣 當時交給聯合國 從來沒有 退出聯合國 是什麼 是 集結局所代表的中華民國 代表團 你要看 這麼多年來 你們今天在上課 你們知道 台灣外面千千萬萬 真的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說 我們的地位到底是什麼 只會把人發 你哪裡在發 自己發不知道 你發到自己賣去 你還搞不清楚 你欠人算錢 我們用美鳳出賣去 你知道嗎 給什麼人出賣 不是只有那些狗而已 我跟你說 民進黨還跟我們出賣 維基姐妹最近都有啊 一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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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始 洪其昌啊 代表啊 去跟中國去討論啊 他說他跟 國台辦一個行葵三 你們有看到嗎 你如果比較聰明 我有一個圈 有寫的這個人 這個人 他幾個名字 把我記名的時候 叫做行運名 我十四次來 第一次在這裡選佈 李定規在執政的時候 有通過一個 國家統一綱領有嗎 那天還有一個副議長 叫做謝龍勝 謝龍勝 帶我 別跟那個人 記過名 記三百名 夏天到了 記過三百名 三百名 在什麼所在 在漢霞 第二次到第三次 在澳門 還在我的車子裡 我有說 年前孫總統的時候 他的副總幹事 警船副總幹事 有去在澳門 跟這個謝神的見過面 我在台中 那時候要求什麼 叫中國 實施演習 所以朱鎔基 那個人中國跟他回答說 演習怎麼那麼快 你今天說我名字 演習沒有那個 演習都要 幾個月前要事先籌備 他說但是沒關係 後日朱鎔基要出來說話 我們叫朱鎔基說一件 比較壞的話 所以 你不知道會記得這件事嗎 朱鎔基那時候選擇 2000年的時候 說得很壞 有嗎 我覺得那種表演 因為我都在地 我都知道 那些怎麼 嚇你台灣人 那時候不想讓你台灣人回票 回民進黨 回國民黨 所以你不能想說民進黨是台灣 No 它是叫做歷史的 那時候跟歷史 這兩個都是代表中國 其實中國國民黨 一個中華民國民進黨 因為中華民國民進黨 是回到來 因為民進黨的當中第一條 他規定說 我們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不是說他這條 為著這條 我們有幾十次 跟民進黨說你要改 沒有 死就不可以了 所以 你如果死就不可以了 那就沒辦法了 我一定要說鼓勢出來 那不 台灣會去中國 不然就中華民國拿去 所以 今天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的組織 就從此產生 我們也做得很辛苦 各位也很辛苦 只要三天 聽不懂 我坐到那裡 實際上說我也很不懂 你是三天而已 但是我後面還有 因為我還有十五次 十六次 一直去 這是在台東 英港 那時候 那時候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地位 坦白說 現在漸漸漸漸 所有的台灣人都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會知道 台灣人怎麼會知道 因為 台灣人也很聰明 雖然報紙是通牌 中國牌 說很多人 但是台灣人要用你的腦筋 自己去收購 今天你就在上課 不是我說的 你都百分之百接受 不必 你要收購 收購 我沒有在這裡 去說的 到底是說真的 還是說假 還是我三個黑白說 我所說的 每一個事情都有條文 都有 國際法 第幾年我就聽我跟你說 因此 我們現在為止 其實我是四五年前 我在 網路公開說過 你什麼人可以給我翻譜 我說的 國際法 健全法的部分 我 收賞 都沒話再說 今天為止沒有 沒有人 我就給我翻譜 所以我真有把握 我們今天來收購 你如果回去 跟你的朋友說的時候 你可以用我們所說的這些話 百分之百 可以跟這些人反駁 所以我叫你要拿 新台灣論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有人 跟你問 你沒辦法回答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 你看 裡面都有 第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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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都有 所以我才會跟你說 其實 日本政府 現在不是說 只是介紹你們看 和日本政府也你看 和美國的 國防部 國家安全會議 尤其是美國的國務院 現在有一個台灣秀祖已經成立 每一次 我問出一個出來 他們的台灣秀祖有十幾個 十幾個人 我怎麼會知道 我們很好運 我們有一個 那些很重要的行為 孫子 我如果是美國節 很優秀 國務院叫他 去做台灣秀祖 我不會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身份很敏感 所以我不會說 因為說太多人會去查 因為那不幾個 十幾個而已 但是我告訴他 我所說的這些話 消息來源 非常豐富 台灣 既然說 美國有這種事 美國既然已經知道 這個秀祖 已經讓我們破了 要把我們騙一百年 六十年讓我們破了 美國已經 開始跟我們協商 不然你們現在要怎麼做 剛才開始跟我說 我也會怕他 現在我越說 我越大胃 因為我要越多 讓你收到 因為我如果大胃 你們就大胃 我說 一切 依法辦理 如果依法辦理很簡單 你接國際法 我沒有犯罪 你幫我證而已 我欠孫子 我的老婆 我的老母 我的阿公 我的阿嬤 沒有靈力 我建設你 我給你通知 可以 但你可以把他引救通知嗎 NO 你占領總有一天要離開 阿嬤 伊拉克 美國他占領 阿伊拉克 人家去他反對 阿美國就在他占 占滾 完蛋之後 再撤走 他要占到什麼 撤走 伊拉克占領 成美國犯了一個大錯 就是 他的警察 全部解散 夭壽 在那裡 所以 在那裡 所以在那裡 伊拉克 本來 五年 可以 撤軍 沒辦法撤軍 變得時間 會比較長 我們台灣 我現在故意說 我們台灣現在開始 我們要叫 建政法 叫國際法 萬國共法 跟美國要求 因為那時候 已經五年 你連立國 裡面有一個怪語 有說 要讓台灣自治 這個公文跟現在的危機 我說很少看到 他不要公開給你知道 他說要讓台灣主題 為什麼要讓台灣主題 因為台灣今天的地位 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這個煙瓶有處理嗎 你從來不知道啊 你繼續說 我們要是日本的殖民地啊 No 日本天皇 一九十五年四月職業 法佈教書 讓台灣人參政權 讓台灣人作兵 在國際法裡面規定 這個土地這些人 都已經變成日本的一文主了 你沒辦法 你不肯也沒有辦法 這是萬國共法 裡面的規定 有人說 欸 天皇這個教書 是不是你任務務務 圍造的 我就不是天皇說 我要圍造 所有的大神都簽名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帝殷 過去 這個文件都把你蓋住 沒辦法讓你知道 有辦法翻出來 自從這個教書翻出來後 坦白說 美國的台東扔下去 日本的台東扔起來 日本的台東扔起來 日本給你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這交給內閣 因為日本這個國家比較奇怪 他有天皇制度 他有天皇 還有政府 所以他有兩個組織 日本天皇有收益 之後 他這個收益分 這交給日本的政府 政府啊 蓋這個要做官吏 所以他每一次 他做這個 內閣首相的時候 天皇要給他召見 不可以免的 一定要召見的 台灣這個土地的手電 就是華山之際 日本政府有給他召見 台灣總共有十九人的總督 最後一人叫做 叫做安藤立即 安藤立即 日本天皇有給他召見嗎 NO 唯一 日本政府 日本天皇沒有召見的安藤立即 為什麼沒有召見 因為那個時候 日本就已經決定這個實施 日本天皇這個合法 如果變成 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就沒有總督了 台灣變成 那有什麼 跟劉球一樣 叫做知事 低書 低書的人民是什麼人 內閣總理 你聽不懂 這法律就是都這樣 內閣總理可以任命知事 這個總督是要天皇直接任命 殖民地 所以 有的人說 不可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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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 1945年4月 天皇 那時候 這四五百歲而已 那時間那裡 所以不準算 各位 你如果跟你們太太結婚 長男結婚 定規好了 你今天閉明說 我們長男結婚 那不準算 你如果沒有 你們太太把你 我就隨著你 他可以說那不準算 國際法裡面 一天實施也有準算 怎麼不準算 我不是說我 要做日本人 你要聽清楚 所以 六位 要變到這條約 不是只有 在 和平條約 第二條 日本 Renounce 放棄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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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Title To FOMOSA 1947年的 四月 有一個 義大利 和平條約 因為義大利也有參戰 你知道嗎 義大利的結果都有 他的義大利 逃犯的 23條1 什麼 很趣 23條1 他什麼 義大利 Renunce All Right And Title To SOMARIA 你聽到沒有 我再說一次 23條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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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政府 才對 不是日本 啊 義大利 放棄兩項 為什麼 一個放棄兩項 一個放棄三項 這個 Cram 意義重大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租款 有 Sovity 才有那個放棄的 東西 索馬利亞 是義大利的殖民地 台灣 台灣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要放棄 Cram 他是台灣的 是日本的娘頭 世界 把你塞在那裡 你把台灣人看不看 看有可能嗎 這批文章 你們走回去 名字 你們打開 台灣民政府的網站 這批文章 我會帶在上面 最新的文章 其實我後面還有很多文章 但是我沒有要一片狀態 我一片狀態 你會飛去 明天知道 那批文章的 題目是什麼 台灣和日本 有可能變成 comment where 聯邦沒有 可不可能 我跟你說 已經我告訴你 古今山河平條 要簽的預定 聯合國的割他的第五條 就是什麼點 後面要讓你跟日本 變成 comment where 台灣要主題 什麼叫主題 自己關自己 我沒有像你日本 所以 主管 對不對 自覺不對 主管 是聯合國七十六條 比七十七條 那是殖民地 但是台灣已經脫離殖民地 變成領土了 所以台灣 合乎聯合國 憲章的七十三條 主題 有些七十三條 跟七十六條 差不多了 差很多 沒有不對 各位 你說台灣複雜 複雜 複雜 真正複雜 拉 擠得很久 我告訴你 像美國 國家安全 飛機 上海 國際 他的國家檔案 多管 你知道嗎 我的人雖然沒有管 阿阿阿 我兩個人管 來這裡都寫英文 我 可以說 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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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頭腦很好 我沒有騙 我四年 討論 都討論 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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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也是討論 我沒有說好事 我真的討論 什麼 這個孫子 真的討論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當然我這個公反 這不能讓你的孩子聽到 我照我這張 我小孩都來錄題 我沒有騙你 我真的討論 這四人 真的 這幾年 齁 非常認真 真的 我從我的頭腦 發揮到淋漓盡致 是這段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是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 有認真 所以我的條件中 我的手法都一百分 國秀比下 初中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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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不簡單 這來拍一拍你沒有拍 我告訴你 我也很好 告訴你 我沒有做第一次完 我說那天主堂 我的髮口十五分 這是一種 這實在 建築 有歷史以來 我拳最多 我十五分 拳三十三條 一條三分 最多一條四分 我所以十五分 那絕對不對 我用多手提 都不只十五分 我那天 我講這沒關係 三分鐘就好 別想過 我把監察院抗議 我一個見證的成績 我老師也替我寫 這個小孩怎麼可能扣15分 絕對連招會絕對不對 連招會真的 那時候連招會我扣這段 蜜蜂 上來監察院 他有一個監察員叫做陶百團 我要記得我寫給他 叫我去 你來看 我去看 我看一秒前我就偏要摸出來 怎麼說 我一個看 我第一條到第五條 三條第六條開始都差一個 你聽到嗎 第六條開始 奇怪 我跟你說我真正 我這樣 蜜蜂一個看 那時候奇怪 我也有減少過 這樣 15分 5條 中五條而已 這四人 蜜蜂一個最多的結婚就是那次 這樣我調高一 調學的 有漏嗎 真的很漏 我沒騙你 你不要怕怕 這我很懸賞 所以我吼 我在高一我真的沒有你讀書 所以我的同行 到現在要跟你講 我以前我就不看你讀書 真的 我現在不讀書 所以我高一的時候我就做股票 所以算起來 我想一下 我這四人 很多很特別的事情 這樣我做保持班 保持班 如魚得水 賺很多錢 當然啦 我去日本讀書 我去日本讀書 法學 我想這樣投法學 因為建中23班裡面 只有兩班 一班教生 一班台灣小孩 去投的文族 我們豬亞民的馬英雄 就是教生那班的 他投文族的 他高印 三個不及格 數學四十八分 不能報告 他們老闆利用官的 給他報告 我說話負責 我跟他一樣 這個事情 有一個叫做企業員 叫做檢育院 不知道什麼人家說 我們有人家說給你 馬英雄 同期的 請說他高印不及格 我說真的 我做證 不然你建議去查 查成績單 他真的去查 去查 要有時候 建中央補 說現在給你 除非扁人喔 可以看到自己的 成績單以外 其他人都不可以看 這樣 又退退一關 所以你看 馬英雄 真的是不會讀書 因為剩下四十八分 這種人 三流的 通在我們這種一流的 他的台語 他扣到有 就有10天 又加分 他超生 超生嘛 又加分 所以 馬英雄 吃現在 這個田圖以外 你看他現在開放中國 一千名 他要給我們台灣 後來我們台灣人 真的 永永 英英世代 都讓中國人給你通知 他要循責 他的路線 他要來保送 在我們台灣在特質地 他還給他補上 補上建中 補上台大 台大的法律系 他在比他 全部的台大的法律系 像一個人扣不到律師的 名字叫做馬英雄 那不用打 我看他不會去 哈佛法律系比 好像一個人扣不到 美國的律師 名字叫做馬英雄 我說實在 我負責 我這公開 這2萬人 你看 你看我們 台灣都很可能 台灣人實在說 台灣人頭腦都很好 啊 日本人不知道 我現在說的什麼是怎麼樣 不可以怪他 電視術世界 那些情形都 建軍縣絲料料 啊 如果沒有建線都自己主宰 啊 純正推那邊的 在領導日本 啊 我們台灣也一樣 他叫四七年二二八 台市十幾萬人 那都很英 所謂醫生 你看那個日本時代 剛才比較好的 北部都跟你說 叫你去討醫生 那當時剛才開始 殖民地嘛 不敢讓你負責 正在那 不敢讓你去討 那個法律那 給我們的總理啊 我們的國務總理蔡總理啊 正在那 這了不起 台灣就是要這種人材 對 打破就對了 所以我這樣說 我們的總理 新潤你想想 他做農民 他自己做新的 他現在還做新的 我跟你說 他不會說 這種精神 他如果說 白板如果說這個 我都很驚訝 他小孩都這麼沒錢 小孩我很有錢 所以我都 如果說沒錢 我都不敢跟別人說 你看我特大 做國標 我老婆老婆有投資 所以 如果說這個貧窮 我都黏黏 但是 我也想說 台灣要改變 對那些有錢人 水金要給他 扣得更重 一個人送你一間房 那是我們的政策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如果收這個房子 也不行 你其實你不用那麼多房子 對不對 你就有夠大 不要說用房子 在家的 你租人 扣那個租金 那都不對 那後來的租金 政府要跟你對奔 你怎麼可以利用 利用這個人沒房子 那就是剝削了 所以 後來我相信台灣民政府 如果出政 其實沒多久了 會出政 我跟你說會出政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有那個徵兆 我常常做夢有什麼 其實假的 不是做夢 實在是 我有消息來源 所以在做國語 尤其是做民政府的做一個 生活的時候 你怎麼會記得我跟你說的一句話 千萬不能貪污 政府給你的生活絕對有夠壓 不用貪污 有夠壓 你的孩子 托車都沒有問題 你的培養你的後一台也是一樣 會一隻一隻大汗起來 你不要一直說 我就一定要拿多少錢 賺多少錢 那都沒效 我還要講清楚 還沒講完 我們剛才講到 我知道 我講到 差不多就是 一九四五年 在那個時候 最亂的那個時候 一九四九年我們開始做兵 九九九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初一 開始 遷都台北 建設去了 因為 十幾初一 去 共產黨 把他消滅 政策消滅 但是我們也沒想給他 我們再多一條 我們再多一條 毛澤東也沒有 他沒有錢 我們也有錢 所以我現在跟你解釋 我今天說你們出來 有人說 你待會兒 毛澤東那種沒有 你說那不一樣 我們再多一條 再多一條 什麼 毛澤東 簽名 以武裝革命 從九九九給他 掛出來以後 中華民國 他一九四 四五年的時候 因為 建政的官員 代替美國 來簽名台灣 他的軍旗是什麼 是一九四五年 九月設立 一般命令第一 由 杜魯門 簽署的 一般命令 第一號 的第二條 他說 叫 代替民軍 來台灣 接受日本的導航 導航這兩日 在建政法裡面 標示 Nothing 什麼都不是 導航這兩日 因為建政法 你要記喔 建政法裡面 沒什麼 win lose 就是說 勝利或者輸 沒有 他只說什麼 concred 征服 國家也要民主 什麼人要那個 行人說 我建輸 NO 我被他征服了 好像很好聽 我被他戰敗了 戰敗好像 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 建政法裡面 寫得很好 他用這個勘迫 征服 美國政府的日本 美國政府的日本 台灣 因為是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 美國政府日本 美國也是政府台灣 台灣 日本導航 台灣導航 同樣的意思 那個時候 當日本天皇 八月十五 宣佈說 沒有條件導航的時候 在台灣的一些學生 小孩子 都老面子 都靠 但是我很少聽到台灣人 主宰了 口禁說 日本不讓你台灣人 變成馬上變成日本人 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還沒有受到 日本 天皇 台灣人的那個 洗禮 日本天皇 將三萬兩千名的 台灣兵 的靈位 給他供奉在 靖國神社 供奉在靖國神社的意義代表什麼 代表在那個時候 台灣人 確實 效忠的對象 是日本天皇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個十點 台灣的英靈 供奉在 日本 靖國神社 是對的 當然後面 先不要說 你 原住民跟他建徵 現在 你叫那個 塞德克 巴萊 那個建徵 那是 無風自驚 他叫三空 當然 當然啦 電影一定會 會比較誇大 但這個電影 中國最大的給你贊成 喔 很好喔 台灣派得 反抗日本 好棒喔 他一個看法 民水變 這給你 我現在 我現在中國人 要去跟台灣戰爭 沒人買 這樣要派 我自民這麼派 喔 這麼勇敢 台灣不要拿得比較好 沒有啦 其實沒辦法 台灣人 雖然是 日本那個人把我們照我們三個 歐多神輩 第四任的那個 做行政長官 厚藤欣平 你說台灣人 只有一句話就給你台灣人 今天跳拍戲 台灣人 愛錢 怕死 要做肝 我感覺齁 這句話實在齁 非常經典 你會怕死嗎 你會怕死嗎 怕死啦 沒錯啦 我也怕死怎麼不怕 愛錢嘛 愛啦怎麼賣 我要生活比較好 愛做我 現在我就不愛做我 我真的不愛做我 我剛才 做事跟你們說過了 我也有抓國旗 薪水也有 但是我沒領薪 三百的國旗 只有一個人沒領 叫做林志生 這對啦 這要打破了 當然啦 當然啦 這錢不是你們的啦 是我在孫子嘛 是沒不對啦 我因為齁 我知道這個論述以後 我對中華人 實在真的看他不見 我只想說中華人 要怎麼拿掉 一定拿掉的 雖然 現在 要說不知道這個論述 台灣人要再講 幾半以上 但是我相信 不用多久啦 美國也在跟你們討論三天 我跟你們說的消息 就是說 到今天為止啦 美國的軍人 在台灣 有兩千多名 到年底 美國的軍人 會到達一萬人 美國的軍人 在台灣是好還是壞 當然是好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文化 和美國的文化 台灣人要夠用啦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啦 我講這個沒有什麼其他的用意喔 美國人 在台灣的時候 他如果去酒吧 去夜總會 現在不是叫什麼 因為我不想到那種地方啦 就是 那裡面有你喝酒喔 十八十五都有這種的 美國人的習慣就是 我如果請十五年喝一杯酒 那個十五年啊 那十五年啊 他就要把他帶出去 帶他要帶出去 你們大家都知道 那是美國的文化 這樣台灣的文化是不一樣的 台灣的文化是說 你請我喝酒 那是你歡喜的感覺啊 阿是啦 那個那個那個 歐巴也要帶下去 那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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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誰 所以像這類的 這類的事情喔 我是你覺得說 年代或是明年的年初以前 這種的教養 我可能要寫文酒 讓我們台灣人所有的人都知道 一些文化 不一樣的地方 要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如果沒有 老拜 現在糾紛很多啦 現在你如果酒喝下去 那杯酒喝下去 他會把你帶去的時候 你帶他去 還有他共甘啊 還有什麼 這是文化上的不同 產生 不一樣的行為 所以美軍進來 你如果好好相處 還是 照相方 尊重對方的這個文化 你看美國現在 一個流球也是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像這類的事情 一定要成功就好 如果沒有成功就好 真的一天才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如果發生這類的事情 報到很大篇 中國人最愛利用這個毛病 因此呢 我就你說 現在美軍要進來 這方面 會教養 在台灣這方面的教養 可能要增加 那不 糾紛一堆 但是美軍要進來 你可以 標示說 1點 所以我們現在在它撥 喂 你要給我 你要回家 折領啊 我建設你 我發育甘願 你要給我折領我的地方啊 你要替我 11月1號 11月1號 台灣會提到 第一張 美國軍事政府 有折領下的台灣民政會的身份證 第一張 不是我們自己要辦的喔 是美國優管單位 叫我們創的 這張市民政 不是台灣 他們的喔 是美國政府他們的 這張市民政要做什麼 有人會問 為什麼申請 這張市民政要花一千塊 喔啊 你民政服你賺錢 你不是說 你們多少錢都沒有賺錢 要收一千塊 我告訴你 這位人要有良心 到今天為止 美國政府 有說要讓我們援助 但是 真正的資金還沒拿到 怎麼說 因為我們的組織 就政府 就參議會 中央外界 中央的參議會 準 溪體 空體跟溪體 都還沒做好啊 比如說我要讓你錢 跟你們說幾次 我們全願意撥給你們啊 含金也都跟你說啊 但是你也有人來接啊 有的人說 欸 那不先拔給我們 美國人怎麼說先拔給你 我先給你全體開價 如果拔給你就 土不回來 你先拔給你 你要行的嗎 你開不完要行的嗎 昨天不會嘛 中國人就最糟糕的 月三月四 就要把你消化掉 蔡吉元中立 在做那個財政 財政局長的順暢時 他就看他的單位就是這樣啊 那個衣服用不了 什麼人都給你拔掉啦 同樣嘛 美國說 你們就要有這個組織 組織的情緣 都有你名單 補來發 每一個人都會來收穩 我錢補給你嘛 你不能說 自己就不好 所以美國經常問 Are you ready 你們準備好嗎 我都不敢回答 知道嗎 4000名啦 美國要求4000名啦 我們到現在 分年多少 才900名啦 我想到三千一百名 我睡 睡幾天 我腳尾就冷了 不敢說一百來超一百的 這樣比較簡單 三十一百就要給他解決 但是你不要亂不介紹啊 我給他報告他拜託啊 後拜雖然 貪污是西行 我也你想說 後拜不要有監獄啦 都賣監獄啦 然後就懷疑 哇 要做不好意思嗎 有一個出台的版法啦 不說出台 不要打破了啦 你打破就說 好 你好 我在頭帶東西 也可以 都不會跟他關 不好意思喔 我們用邊形啦 邊形你不知道嗎 新加坡那頭啦 我告訴你喔 對啦 這砲砲就對了啦 我告訴你喔 那邊形是怎樣你知道嗎 滑下去 要把你舌疫情 醫生要站在旁邊 那個滑下去 你知道 膝蓋是兩屁嗎 滑下去 它變成四屁 我幫你補情 絕對變成四屁 我們這裡也有醫生喔 你問醫生 看我告訴我 有沒有怎麼樣 我們現在喔 人材很多 不只是醫生來受訓 將軍來受訓 夾差瓜來受訓 我們這個告白 我們這裡人材 祭祭 真正人才祭祭 所以用這個邊形喔 因為我是覺得說 咬到 還要把你刺喔 好 撞不住啦 不必要啦 就如果說 一個月喔 刺一個 你不能說刺一個 那刺一個 當地歸 要睡一星期 最不一星期 要不然要一個月 所以如果這樣 算起來 把你刺一場 刺一場的時候 刺12月 12月不能一次刺喔 哇 我不知道有這張 你有沒有 這很好 我是覺得說 一次不要刺 刺十五月以來啦 那如果刺五月以後 一個月 兩個月以後 我給你保證說 刺一次 刺一次以後 他就跟你拜託說 我絕對不會犯法啦 我來過錢啦 因為我發現 報道很多 你不相信 如果用這個 這樣我不用幫你刺 你就要再去吃自己 喔 請好 你要犯罪 你怎麼犯 我用刺的就好了 老爸的建議都變做觀光 甚至建議都變做五星級飯店 我不是在說笑 如果接管我一定要怎麼做 我一定要把我們的俗法人員 給他拜託 如果這樣 台灣我相信在我們非常好 但是財務 不要變成 財務絕對用 你們說的那個 那個什麼 怎麼想賣掉呢 倉比 那是你們說的不是我說的 對不對 為了自己的利益都黏黏黏 是不是啦 不要這樣啦 不是說自己的利益啦 不貪財務啦 真的不貪財務啦 你有房 有薪水 要去 肯定一個禮拜 五天兩天 休息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你財務要做什麼 我想都沒有了 你財務要做什麼 不要貪污了啦 因為我看我 時間剩10分鐘而已 所以我要說一些更快的 說一些更快的 要向各位介紹我們頭上的旗子 這些旗子 這是我的新聞情形 但是現在 美國給我們的新聞情形有改變 台灣那兩次已經改造 美國政府已經要求台灣改造 台灣government 台灣政府 台灣身份證 台灣政府身份證 聽到說美國要求我們 我們的內閣 大家高興到 真的很高興 美國有進步 真的美國有進步 當然我身體也不一定是第一竟 可能要照拜 我現在不知道拜第幾竟 這個 二十二了 二十一了 我沒辦法特權啦 不過是這樣 都同一天收到的 這同一天收都沒差嘛 所以 收到這個政經要做什麼 馬上去把辦簽證 說你要去美國 我告訴你 不用interview 因為我有跟美國說 你新聞情發佈啊 台灣人告訴你 我倒邊也有一張 中華民國的新聞情啊 我兩張要試喔 他說這樣啦 不然你拿這張 台灣 政府的新聞情 不用簽證來好不好 我說 不用簽證是他跟我說的 喔 等一下 不用簽證 你要寫文章好啊 不然現在台灣人爛頭 頭怎麼爛好的 一天幹嘛 你拿著證明來啊 說美國要求 我說這樣啦 我選擇說不用interview 但是最后 不用簽證 我沒跟你說 最后不用簽證 不用簽證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劉球當時啊 美國跟他脫貫的時候啊 他法的 軍事政府 官學校的這個新聞情 的負責啊 就是不用簽證在美國的 我劉球的 我怎麼不可以 我不是在證明的嗎 他都印刷不出 啊所以 一步一步用法子去拔 拔他也沒辦法了 啊現在呢 又拔他 他跟他做啊 我可以 今天 要結束以前 我也跟各位說 今年在明年 明年的年齊 台灣的發生 很重大 的政治事件 我告訴你這個給你聽 但是其他我沒辦法跟你說 大家就好了 啊沒關係 你泡泡泡泡酒的沒關係 因為我沒跟你說事實 是什麼事情要發生嘛 但是呢 可能啊 媽你的選舉會停 啊你這個泡泡我不知道意思是什麼 因為 其實 媽英九 那 選他們也沒辦法嘛 給你選也沒辦法啦 你說你怎麼會說啊呢 你怎麼知道我說的理由在 五島選舉 民進黨 他選佈說贏四十萬票 有沒有 其實有贏四十萬 沒有啦 楊秋生 四十一萬五千票的 七星到八星是 拿軍回給他 佔三十萬票 新黨跟青梅黨 加起來有七色 十幾萬啦 啊怎麼會選擇的 民進黨有贏嗎 沒有啦 啊你看 土層 新地 苗栗 南島 中華 大義 雲林 屏東 那個 我知道你住台東 他一定要說台東 我有什麼台東 因為那都一定輸的嘛 這幾個所在加起來 拿軍比利力軍 為什麼啦 比較多 要贏他 含現在說那個宋楚瑜就加出來啦 出來民調 媽他們那個 割他們的 要再輸幾個趴 輸兩三趴 洗澡 絕對是差到遠了 你看台灣人看六個年就好啦 如果宋楚瑜賣出來 今天如果說賣出來 你看台灣人 民進黨 都差幾趴啦 最好差10趴以上 啊大家 要你收 民進黨這種的選團 這種的教育 還要你 回來 今天如果 如果真的要選 就要怎麼樣 既然選舉 給投票率 降落在五成一趴 這樣我跟美官說你要出來 我們不接受這個中國民國的統統 波羅的海三小國 波羅的海三小國 當時也是一樣啊 不足 不足啦 我不要說這個 說那個就是 幾百度會 不要說太多 我來說那個機子 豆瓶那機子 那個叫做 來那個打開一下 這個是 台灣民進府的機子 六顆星星代表什麼 代表說 六個酒 那個 那個 南式的星星代表什麼 那代表美軍 那個是美軍 台灣民進府就知道 那個紅色代表什麼 日本啦 台灣從日本出來啦 這支機子送給我你知道嗎 美國給我們建議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都想不到 但是我想想 這個紅的 跟日本機差不多 好耶 尤其又送 送那兩張度 給我們的時候 給200度的時候 看日本的天皇那個 他都不會跟你說台灣喔 你要自己去找喔 我也算真的 我有找出來 台灣這個土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嘛 來 好 現在這支 跟我們那支差不多類似 但是這支送給我們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跟國防部給我們 叫我們九月斥白 去年九月斥白喔 在辦集會的時候要拿這支去 他幫我們打贏 AIT 如果美國 日米大的時候 這支機子一定升 但是還沒升 叫我們升升 這支啊 還沒升的時候叫我們升升 那個升升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 長的那個喔 代表美軍啦 軍事佔領啦 代表美國軍事佔領台灣啦 叫我們在這棟大樓 先升起來 同時 美國的衛星定位 會定位我們這裡 把我們保護啦 你要看這裡 那些警察人員 自從那三支基礎 我們的門口三支基礎 警察不要來了 看著美國 看著美國 國外也知道什麼意思 代表說 這是美國的 美国的资产 你要来嘛 我没你怕你了 我做事 我跟你说 USMG 恰白的事情 同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美国政府送你一支支 我也要给你要求 你自己要准备两支支 那两支一支就是民政府 一支就是美国民主政府 责命支 你不能用帝国拜托 你不能说好 美国政府不要用帝国 那两支我用帝国不可以 比较尊重的 那马上是我们的国家 这三支 我要求我们的收分的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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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喔 分减吃两包 买回去啦 算我给你拜託啦 没人在贪你的钱啦 那两支回去要做什么 要刷出来啦 美国喔 如果他在那个卫星在看的时候 哇 刷这么多了 可以可以可以 你有个买回去说跟藏 如果美国在定了的时候 我才来拿出来 拜託的 这三支支 我又说一次拜託 老院齁是那个黄金的 那些顶位喔 那一支四五百大概 我們這裡是第二級的學園 去copy 你不能買這個 這是金的金屬的金屬做的 這是美國國防部 美國那個叫做內政部 給我們的 但是我一家這個 這個是 塑膠去copy 這個比較熟 你買這個就好 你不能買 那時候有幾個 那時候我不知道 在我們樓下 我們的服務等等都把它賣掉 我說你賣多少錢 我賣這個 我賣一千塊 我賣一千塊 好 一千塊 腳踢了 好 我說你開銷 你現在兩千塊買不回來 不然你不像你這樣 我賣可以賣黑 你要賣這種的不能賣黑 那賣錢 這種的賣四百塊 各位 拜託你賣四百塊就好 我們因為中部 要用這些金屬的 這是假扮的 你如果用那 在我們家的瓜子 也持續非常漂亮 那會說那支 哪裡都етров 哪裡都帶出來 老公哪有什麼圖案 你在外面再買不 所以這兩支支 我是希望我們所有收益的學員 如果回來的時候 可以拿回來 但是不好意思 我沒有錢 我有錢 你說你沒有錢 你不是說你錢有錢 我坦白說我一個月八萬塊 因為我現在名字掛在我們家的公司裡面 我沒有去上班 所以我稍微有時候會跟我說 姑姑啊你沒有你也回來這裡上班 我說我不能去上班 我如果上班我們會完結 因為我也算一百 我肯定領一 我一個月領八萬塊 只有送你的帽子那一頂五百 我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平均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我會用五萬塊 買帽子給你 買帽子給你我來吃饅頭 我不是說笑了 說笑了 所以你來珍惜 因為我也是概念說 這麼多台灣人推推 你們這製造都很聰明 那製造都很聰明 所以送給你沒有 因為說 不然你不要說 五千塊 九五千塊 三天兩個 其實民宿 斷兩天五千 還有你吃十塊 是你賺到啦 你賺到美國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要送一支 沒有 馬英九跟美國人送一支 沒有 是你有 你比馬英九更偉大 所以你會覺得 我拿到這支 我很有自尊心 很光榮 所以 拜託各位 這兩支 跟國政府 這兩支 你要拿回來 有的人 看到這支 這 剛才那個 我們的貴博師 貴博師 你跟我說 他本來買兩支 一支五十塊而已 這本錢 這本錢 這和這個底座五十塊 他說他拿兩支 如果朋友去那 回去 那兩支就沒了 又來朋友 又來 又來 又買兩支 又沒了 麻煩啦 你一次買十支 你跟大姐 標誌 每次 只有能夠拿一支 我不是在說一下 我不是在說一下 那人在那裡 你給我問一下 那齁 你如果那個 辦公室 放一個美股股 很了不起 那我的時間 還在十秒而已 最後 要跟各位說 好像兩支 說你去買台灣 NO 你要買找 你要找忙 明天我要帶那批 是非常重要 那批裡面 我有跟 說 一些國務院裡面 所說的那些事情 包括說 杜勒斯 當時 在了家 吉田茂 去講話 以外 還去找 天皇 師父講話 和天皇 說的什麼 我在文獸裡面也有 這不是我自己去拜的 是美國的國家 國家檔案裡面 那些 收下的 這都是順利 所以 台灣 恩兵到今天 坦白說我非常非常清楚 今天 那你 上課要跟這個地方 要結束 但是 我們不要下課 我們馬上 我們的總理 要跟我們講話 講話後 最重要的 你要去收下 你不猜你三天兩天 坐在這裡 坐到台上 都 兩塊 兩塊 拔開 像那個收下 你收下 注意 你那顆頭 那個紅蜜 要看得到 因為這些商品 都要嫁給美國 有一次 我們有一個羅主任 兩個小孩來上課 上課 上課 下課 要收下課 不記得 去經理行李 經理到收下 他才來 他說 沒辦法 你後輩才來 他就 哭哭 後輩 從台中 再坐高鐵 再來收下 那沒辦法 只收下一次 所以 等下三點 二十 到半 要參加 不可能不記得 女士 要圍我 比較漂亮 沒有關係 男士 請我 請我 起立 立正 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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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 起立 這多 我們議長 美市長 各位議長 各位議長 各位學員 大家午安 兩天半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 這次是最後一個改端 我希望用十幾分鐘 甚至二十分鐘的時間 來講一些我的看法、感想 昨天我最好講到說 政府現出時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有很多問題 這個火後吃晚上吃點心的時候 跟結婚工都有人跟我說,哎,剩個手、剩總理 你說的僑侯,我如果沒聽你說的都不知道 我想說,我老了時間,那時候時間比較白了 所以老了一點 第一次金融改革,第二次金融改革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中信金,要併購中華開發 第一個想要佔有中華開發的 拿了這樣多的錢出來 這樣多 中信金故意說,這個人用錢買的 我可以這樣子這樣子 結果是,這樣兩倍的這樣 兩倍的這樣的數目呢 就把那個錢益 就併購的機會,讓給中信金 我就說,當時發生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萬壇 很萬壇 這些比這樣的數字不是台幣五萬 五十萬,五百萬,五千萬 是美元計算的耶 我們就看說 富邦金控 在併購台北銀行 台北市銀行的時候 我們全國發展 那是馬英雄賣掉的 一個金融賣掉的 那你不知道多少錢 多少利益會輸送 利益輸送 等到後面的時候 將這個中華開發 放給中信金去控制的時候 也是改變什麼 改變證券交易法 證券公司是本來不可以長期持有股票的 不能夠參與經營的 但是改變就可以了 所以套位中信證券 這個中和券商 一直吸收、吸納、買中華開發股票 要改變由中信股價來控制中華開發 這種政策交易 在中華美國體制的資料 不但自古以有 對 六十兩年前開始 以來一直在發生 而且說 哪來 案件哪大 圍口哪大 所吃的錢哪大 你意思是哪嚴重哪大 所以我今天要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運情在哪裡 我們就是要終結貪腐啦 要把這個貪腐的那個 那個 風氣要把它終結掉 因為在中華美國體制之下 無傷不堅 無關不貪 剛才我們秘書人說 我以前在 做一個財政局當時 我發覺說 很怕人的 恐怖的事 說不然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就我正在說 就是一個 建設局的修割園 一個疊敗的工作人員 你要神經案件來 你沒有放三千五千 就跟你說 你這個改一改再拿過來 下次拿過來 又說 又沒有看到錢 你那個改一改 又再改天再拿過來 你把你拖 把你擲 無傷不堅 無關不貪 結果就形成正商勾結 所以我有那個一空一空 正商勾結是一個體制化 中國國民黨 他的政治商勾結 是完全變成一個集體化的 蔣家為中心 以蔣家為中心 他的權貴在旁邊 再來就是青幫鴻門 再來就是情勢系統 那都是他的親伯 再來就是行政系統 再來就是財團 再來就是一般人民 最可能一般人民 是最外面空的 所以你要看這個 整個體制 整個貪污的體制 是制度化的體制 看我們台灣人 去吃虧虧有夠派文 有夠派名 所以 我們說民進府 第一件事 就是要輸貪 要把政商勾結 來把它終結 這是我們最認真 最必要去做的事 所以我們要認識說 有一天 我們坐坐各位 如果是擔任民進府的官員 絕對不能貪污 絕對不能政商勾結 在賠公文中 很多政商勾結的機會 你就是說 這個事情做的是 應該 這個公司 來申請這個案子 來做土地 做什麼工作 我們說 這是對經國社會 是進步的 有貢獻的 我們就把核殼 但核殼中間 你絕對不能收受任何禮物 我們就是說 核殼中間 有很多 很大禮 尤其是 我們現出市的政府 就是說 都要分好坑的 就對了 你發什麼三七 你分好坑的 這將來都絕對不行 如果抓到都是槍斃 抓到都是槍斃 所有貪污的錢 都要衝攻 這是我們 這個秘書長 一直宣誓的 我也覺得很好的事情 因為台灣人已經沒辦法忍受 我們分好台灣人 沒辦法忍受 這種長期貪污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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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我們今天 我們到處去演講的時候 這條很大的慶頂 不是說論事正確 也是說因為 我們的主委長 我們對未來台灣的未來的願情 也是符合我們全民的需要 我們分好台灣人的希望 所以我們將來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將來一直拿出很好的政策來 首先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 文化方面的建設 教育方面的建設 我希望將來兩歲以上的孩子 都來投幼稚園 都來投幼稚園 那幼稚園要教什麼 教英文 我們在家都說不去 台語、客話、我們自民的話 都要演唱下去 這是文化的建 但是我們已經要進入西方的社會 進入後面的社會 那英文就是公共的議員 每一個的議員 從兩個開始就要開始學英文 這樣我們將來 從中文看著 是說特殊的人物 還是說有漢威、漢學家 才去讀漢文 漢學家才去研究這個 書法有的不的 這些東西 不是說沒有東西 自己當作一個學問來研究 這樣就好 不是說平常每天要修養的 但是如果我們想中的 就是說 我們的三項政策 我們修養每一個都要有頭路人吃 所以我們主張說 台灣的這個天然的資源 我們的農業發電的背景 這年要優秀 全世界不可以找 我們想法荷蘭 丹麥、丹麥、丹麥 跟那個荷蘭 這個小國家 它農業非常發電 特別是荷蘭 荷蘭的企業 半年以上是寒冷的 但是它既然發電出這個發肥 全世界最大的發肥市場 這個東西我們台灣學會 以我們的水準 我們國民的水準 跟農業的技術 絕對沒有問題 問題出在政府的政策 並沒有將來 並沒有坎坎 我們看 農村社會裡面 最接受的 發電的最成功的 就是殘位跟英政 不知道有殘位跟英政 哪個我們的動心 兩千空一年到兩千空五年中間 我在中法官 有兩邊要出來選入委 沒有提名 結束 第三邊 李政委先生說 叫我出來選管長 所以我總在那個所在十五年 在基山十五年 我發現說 英政參謂的人 只要有兩分的 下一個三分的 他就生活過得很好的 孩子都送去美國特色 我跟他研究是怎樣 別的地方 哪個分行 很多農村 很多農家 都很艱苦 十四九空 有十個好 九好 半了 去台北也一樣 但是呢 三位跟英政 那個經濟真正向榮 農會的那個信用部存款資 如果英政跟農會 也有很多銀行 在那開銀行 我研究的結果 發現說 因為那些人 那個地方 有兩三分之一 他就種籌子 種比較有價值的籌子 如果籌子的中間 四周種籌子 都圍起來 中間就種花費 去點資 幾個例子 說 我們的七里鄉的資 路邊的多數都有 應該去萬資 都不用錢 不用買 這把它點下去 這次 我們這個空間 可以種一萬粒 這萬粒 把它種下去 它就發芽了 發芽的時候 過一年的時候 20公分 過兩年的時候 40公分 中30公分的時候 開始賣30塊 50公分的時候 開始50塊 70公分的時候 賣100塊 不用本錢 只賣這個就好了 這樣而已 它就有收集了 有穩定的收集 當然 不是只說 種七里鄉 它也可以當時 去找百項秋季 秋季 來贏 這粒七里鄉 這粒是百項 這粒是貴婚 這粒是貴婚 類似這樣 然後 用第一季的修行 來 一起 酒瓶的名鬼 一張秋 人人家 開箭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 五張秋就五百萬 這樣賣 這樣在賣 這樣在過一支 為什麼 三月跟營情做得到 這樣 我們今天所在 沒辦法 copy 他的那種的經驗 所以我們政府不知道在做什麼 沒有去推廣 我們的農會 很多農會 都是選舉的階級 正在道正的工具 並不是說真的在為農民打拼 我很希望說 有一天 我們可以帶 我們一些幹部 來看那個 臨海農場的有機農業的生產 他也要買廢料 他的廢料到哪裡來 Pierre Loisette 這個流利學先生 是Canada的人 帶來的我們台灣太太 他本來是HPA總經理 惠普 電腦工程師 他因為吃到五十歲的時候 身體比較不好 他開始研究這個有機農業 研究成功了 他用什麼來做背料呢 他都有一台車 廢車 面臨放湯 用空湯去換一湯 去什麼 台北地区的大飯店 去換噴 去噴載回來 一湯一湯 空湯放下去 有蝶子的噴 放到車上 然後載回去山之鄉 臨海農場是在海邊 有煙粉的沙茶 有煙粉的海風 這樣用三分的 一年要賺三百萬 一間才賣百二塊 四年前我打扮的時候 我去買賣 賣賣的有機蔬菜 一間是六十塊 吃半年後 有賣到九十塊 現在聽說一間是百八塊 我們有日本的朋友 來到那個地方 吃到那個地方 覺得很好吃 為什麼 還要賣一個禮拜 要賣五個費稅 用我這三分之而已 我所賺出來 都不夠半個費稅 我要賣五個費稅給你了 這種的經驗 沒辦法在台灣 來推廣 是非常可笑的 我相信 我們如果 緊張到我們的 政權 治理管理 台灣的 那個 管理的時候 我們要把整個經驗 來賣一下 國所在 國所在 我們的噴 是全世界所有的 我們的噴 它的噴 怎麼做呢 我去參觀三次 四次 它噴 它噴 載到農場的時候 它做一個斜坡 用水泥空起來 噴 噴 參與我們的技術服 那個是米空 他有一個機械 一台車 他瞧瞧 走下去 走下去 一個鐵柄 鐵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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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生的湯出來 生的湯出來 有一個斜坡下去 到上去 都把鑽造 有一個管道 對那裡 流到一個湯 流到那個湯 那裡 你對那裡過的 這個味道 沒有好皮 沒有好皮 如果這個湯 到那個湯 那個湯 那個湯 放糖蜜 賣糖蜜 把他撈下去 嚼嚼嚼嚼 風起來 過一股月 下一次兩股月 他帶我們去看的時候 刮開開 過起來 就吃 我不敢吃 屁股肉 香香香 他這湯去賣 就幾萬塊 這個豬魚 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這豬魚的時候 它就開始 因為他在這個小食物 都在那裡開始 分解 有絮菌的刮開 imer然 浮出 高度 下雨 沒有了 就在這麼一股 分解 和莫杰廳 他會去抬 用這個 自動貫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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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我們都說什麼,政材的時候,一個菜鍋一張一張,價尼 我們的價尼,我們的價尼都會堂加,他的價尼沒有堂加的 他做的是什麼?他現在菜鍋的時候,差不多四十公分 一塊,關多,那個膏有四十公分,一關多 這邊到這裡的時候,差不多一塊都種兩種而已 一種一種,整個都是價尼下去 現在這個膚,拿來放在那裡頭,像那裡頭部那裡頭部那裡,給它吸收養分 每一張價尼都分分分,他說只要這個價尼是很健康的時候 糖又會複泌一種東西,讓那個糖不敢換來 如果這張價尼如果不夠健康,糖來加的時候 這個膚就變得比較沒人牽水,這陣子我就靠那邊 靠那邊整隊做肥料 所以健康的才好,消費者去吃,所以沒有健康的,絕對沒有消費者吃 我回想說,五十年前,六十年前,我在鄉家 種價尼一樣,因為我在滷水客賓 我都請我兩三天,就用水肥去厚一次,厚財以前 我就都先價尼把它撒起來,撒起來,撒起來 撒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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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起來 撒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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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起來 撒起來,水添下去之後,這些水肥還要再厚一次 每一張價尼都很多糖價 我們現在不是,我們現在現代化的生產方式 都用化學肥料 沒有一張價尼說,有紛紛的東西出來 所以就只要用糖來加,不然,為了要紛紛糖來加 就是用農藥噴下去,這都沒有健康的 所以我們六分鐘,這個人就感情 所以我們將來的農業,還是科技的農業 現代化,但是傳統的生產方式 要用這個東西,給我們改善我們每一個人 想像一下,每一個農家都生產有機蔬菜 我們本來本錢削了20塊,賣30塊就賺錢了 只賣到800塊賣一半 我們才會賺錢,賺錢 所以到那個時候,我們不是不用高科技 我們也需要高科技 但是我們希望農業這個東西,農村代表我們文化的金 我們一定要把農村顧好,這是我們民政府的運行 農村先顧好,我們文化金顧好 社會的特殊,每一個人都有工序做 農地的工作是,很需要很多人力 所以我們需要有機農業 就需要很多人工 我相信這樣做,我們將來農業 絕對拼過給我們 蔬菜花費 我們將來一定要有一個願景 有一個希望 我就希望將來在航空城的地方 有一個200公圈的花費拍賣中心 全世界花費拍賣中心 你看有一個200公圈的毛主拍賣中心 全世界買不買無地的都從這裡來 買不買花費都從這裡來 因為荷蘭的地地,一種的農業發展有它的限制 但是我們台灣,冠冠的 跟溫帶你,跟韓帶你,多多的跟熱帶你 同一個時候,我們的生產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我們都提供日本乾淨的素材 提供世界各國新鮮的花費 提供世界各國乾淨的 有衛生的肉豬 甚至其他的 像那個 鵝、鵝、鵝、鵝 都是有機生產的方式 吃的東西都是有機的 我們農業的產品的市場一定很大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說需要環保 需要環境保護 真的有機農業,就是環境保護 所以我們姐姐,我們當時要有環境 我經常跟政家的朋友說 有土地不可以買,因為將來生物科技 做到有一天的時候,農業才是主流 沒有電腦 沒有關係 沒有米 沒有蔬菜 我們就活不下去 全世界都一樣 當然啦 我們對這個高科技 太陽能科技 這個核電 將來要廢除掉 因為核電廢除掉 我們就需要太陽能 風能跟水力發電 這方面我們要繼續發電 包括生物科技 這是我們未來 在這個產業方面 會需要駐中的地方 我簡單